我16歲的時候 吻著身 吻著甚麼 我有些覺得很flatched 很開心 他那麼愛我 想將我的心肖 吻在大腿上 大家猜猜他是哪個身體部位 穿過環的 回想起我在二十多歲的時候 已經想吻身 就不知吻甚麼好 從我二十多歲到我三十多歲 工作 回來香港 不要做一回事 因為他第一次跟我說他想吻身的時候 我真的完全猜不到他是一個想吻身的人 漂亮呀 那件事多麼帥 這個我要停一停 漂亮是如果你身形很漂亮 你紋下去就很漂亮 但假如我經常覺得紋身那樣東西 你要選對位置 如果你紋的位置突然暴肥 那樣的圖案會走樣的 對 所以不要紋在肚腩這個位置 或者在屁股的位置 紋在屁股的位置你見不到 我覺得這個位置其實沒有好處 如果要紋的話 那些手 這些位置 我想大家都猜不到 其實我十六歲的時候 我有想過紋身 紋甚麼 沒有紋身 我有很多同學那時候都有紋身 可能很小過紋身 因為學校是不讓你看到紋身的 那我是有想過紋在背部這個位置 因為那時候很輕上低腰褲 一紋下的時候 看到有一個紋身的圖案 我覺得都挺有型的 但我爸爸媽媽一定不會讓我紋的 這個位置英文叫Tramp Stamp 不知為甚麼 Tramp Stamp的翻譯 Tramp雖然是老叔者 如果要講這種的女士 或者是罵紋這個位的女士 就應該是說她們很濫交 當然最後不是 但當年的她就想很型 我不知道叫Tramp Stamp 我只是覺得 如果要紋身紋這個位置都挺好 穿著低腰褲 看見到 就是若隱若現 另外英文有一個叫Builders Crap 就是當地盤的工作者 在紋身的時候 看到她的屁股 她就打算在紋身的時候 被人看見她紋身 我覺得有少許搞笑 見到那個Builders Crap 我沒有紋到 最終我覺得如果我要紋 我會紋那個位置而已 喜歡紋身 喜歡這種東西的我 想不到 真的想不到 因為她平時很觀仔骨骨 絲絲紋紋紋 但她曾經打過孔 不是耳孔 大家猜一下 其實她是哪個身體部位 是穿過環的 對 耳朵太普通了 很像 剛才是軟頭 Kris 太過前衛了 我沒有你那麼前衛,對不起 沒錯,是我吐士 我打的時候 我想我應該是2006、2007年 我不知道你甚麼時候打 剛才我適合你的時候 已經打了 打了一段時間 如果我早點適合你 你不要打 一起打 我不會跟你碰 當時比較瘦 如果現在要打 都應該保持得到 貪玩 但也很有型 我之前想問一隻 好像… 這麼大色 一隻牛 因為… 那隻牛也跟我很漂亮 但因為我另一半是純牛 她有一期經常被牛 塗 你覺得這隻牛 這隻牛 我就說 不要激動 我有一些覺得很高興 很開心 她那麼愛我 想把我的心肖紋在大腿 但真的千萬不要 很漂亮 那隻是公牛 很像在那裡 但為甚麼你會聞一隻公牛 我會拉你 如果我不是一隻 沒有牛 你會奇怪 沒有牛 是否叫沒有牛 乳牛 如果我不是一隻乳牛 會不會再奇怪 結果是沒有聞到的 OK 就是… 不要激動 不要激動 假如現在我要… 或者我想紋身的話 我會選甚麼呢 我見過有些人紋一隻戒指很幼的 我覺得也挺有意義 就是跟另一半這樣紋一隻戒指 也不用怕不見戒指 還有我見過我瑜伽老師 他在腳踩位 有一個很小的紋身 可能一顆星仔 或者是問Squid Games 四方形 有人是圓圈加個笑容 四方形 就是很小的一朵花仔 一隻蝴蝶仔 很小的 圓圈加個笑容 就是有一點點嘴 是 哈哈笑 哈哈笑 是 你說圓圈或四方形 再加一個笑臉 那就是一個方形的笑臉 是 我說的意思是 例如小小的一童話 例如Squid Games 那三個形狀 都挺有趣 但意義沒有一隻魚柳那麼厲害 是 Anyways 即是可能一些小的 很suttle 即是很低調的紋身 但不行 太小的話 感覺會像是可能 彈了鼻屎 或者是一些塵 或者是一些髒東西 這些髒東西 掉到腳眼那裡 這樣不行 你要將你的身體 變成一個canvas 一張白紙 那麼大張白紙 如果你點一點下去 事情豈不是很不大方 很不漂亮 就算不是要押著整幅紙 也要… 不要太小 我不同意 我覺得可以低調一點 那如果你其實這樣的話 這是紋身嗎 這個… 我不會小到這樣 可能也有一個指甲 半個指甲這麼大 或者是一個指甲的尺寸 這顆是墨 不夠清新 要… 可能男士和女士分 可能在香港 我們會聞一些… 一些英文的詩句 可能歌詞的一句 那出錯的位置 就在於 他聞那些字的書法 漂亮不漂亮 如果反過來 我看到很多外國人 聞一些中文字的時候 就真的是… 噁心 這一堆的紋身 其實很多都錯 這個… 男士… 可能人家是中國人 她叫Troy 同音就是… 菜 吃菜… 菜… 她是否提醒自己… 吃素的 每天吃不夠菜 那經常提醒自己… 是… 是提醒她家人要吃菜 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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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說 選菜這個字 覺得它的字型漂亮 我又不會覺得它很出眾 是啊 因為有些人 他們紋身的時候 可能他們不是真的選擇 那個字的意思 純粹是… 就是覺得它的型漂亮 但是呢 他應該不是很了解中文字 因為中文字有很多其他字型 是很漂亮的 那如果你說 為了一個中文字的意思呢 這個也很棒 要這樣看的 他是抽獎一點 他在玩的 就是你知道 那些圖片的話 你要這樣看 或是這樣看的 你知道為什麼 它紋在手上嗎 因為它的手有時會這樣 有時… 或者在紋的時候 紋的時候 你覺得它轉了一個位置 寫到一個字 你會得到 它紋的時候 開始的時候 就這樣紋 但紋到那麼長的時候 遮到燈光 就這樣紋了 這樣就紋了 這樣就紋了 回到這個位置 又換了一個位置 有兩個字呢 是同方向的 我知道了 即是我們經常 就把複字調轉 複到複到 他這個人想要愛 然後他就愛到 就把愛字調轉 讓他有愛 有些想頭 舉個例子 一個其實做得挺漂亮的 一個紋身 中文的 就是David Beckham 那這些字 在這個位置 這個比例挺漂亮 這個字體挺漂亮 那個Canvas 對象也挺漂亮 對 一定要這樣先 剛才那些 應該就撿起一支筆 就是你 好像錯了 但你一定要保持到 這個身形 送Hailey 謝謝 連連有餘 這是紋身 但是它這四個字 這個字體挺漂亮的 不差 不丟臉 對 筆畫都像 對 但是為什麼它要選這四個字 這個意思呢 這是紋身 但是童膚露骨頭有什麼 它是海盜來的 它不說我是海盜 為什麼 不是 因為那個標字寫著海盜 那這裡就寫著 這個是一個 真是紋身 不是貼紙的 那或者寫不是貼紙 對 我覺得這堆的中文字裡面 其中一個很特別的 一定是這個 我相信是 中文不擅長的 就擔心 進去外賣店的時候 不知道叫什麼好 齊齊 我覺得意義更大 我覺得它很喜歡吃這四味菜 就是 但是不懂字 你拍下iPhone給人看就行了 其實 也是 它有自拍自拍的 對 那就是我覺得 iPhone的 iPhone年代 可以拍下的 我想它真的很愛吃這幾樣東西 還有它要提醒自己 我知道 是 其實這個每一道菜 就是他家庭成年一個人 甜酸雞 是一伯 牛炒麵是一媽 我覺得牛炒麵是一伯 這個雞蛋炒飯 就是哥哥和姊妹 應該像小弟妹 那 雞球 雞球 單一個雞球 不是雞球菜 雞球 就是 他自己 應該是背後有些意義的 他結婚的時候 吃的創飾 要那個餐廳 他算是一個保守的選擇 他選擇的字體 就是電腦打出來的字體 就不是憑那個 紋身師 他那首字 是否漂亮的 所以它是穩固的 還有那些字 每一撇每一畫都在這裏 還有這些菜 全部都是很大路的東西 是的 沒有一些海參 鳳爪 或者是 如果用中文寫一些西餐菜式 例如西拉牛扒培酸 五成熟 麻煩 或者在你的背部問我 咕嚕肉 或者珍珠奶茶 我最愛喝珍珠奶茶 珍珠奶茶